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时间过得真快 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 是啊 真快啊 你这回去祖寺镇待多久 两三天吧 马上就要回南京了 去执行一乡任务 这一别 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相见了 清州出绝地 波光动九天 竹烂舞如二轮 白手舞偏千 好 好事 我觉得珊瑚这个方案不错 老天你看哪 西凤渡锦靠万虎山 我们游击队鞭长莫及 某我人说 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是 与黑七会合作 倒也是个好办法 粮食搞到手 二一天作五 军火到了手 三一三十一 如果重武器实在搞不动 就一定要就地销毁 小的 好 就这么定了 山谋同志 室为一时马上出发 还有什么问题 不能有任何闪失啊 众司令 这次军火的情报 靠得住吗 我们的同志 靠得住 这我就想不通了 这可是国军的绝密情报啊 谁呀 这么大本事 能把这样的情报给搞到手 还不能告诉你啊 山谋同志 这是我们党的保密纪律 众司令 你连我也不信任 山谋同志 你未免好奇心也太重了吧 这个地下党的同志 与中司令 一直是单线联系 谁都不知道他的身份 山谋啊 中司令 是不是因为我不是党员 所以好多事情你们都瞒着我 山谋啊 我们的每一个同志 都在工作 就像你不是党员 组织上不照样重视你啊 非常士气 党非常重视人才 我也觉得我是人才 中司令有眼光 我去了 走了 如今 我们几兄妹若要在此相会 恐怕只有在梦里了 当年在三叉路口 我们各自讨厌 没想到 竟是生死了一遍 早知如此 拼死也不分开 可是大哥说 都死了 谁来养活你 谁来替他们报仇 别说了 我永远也忘不了 山顶上的那一旁 山谋 为了救你 却害了你 那件事 不怪你 大刀伴子 红军派人前来拜山 好 把他们给我请进来 那个什么虎爷的 口气大的狠 要 大刀伯子亲自去接 他娘的 我看他是土地老放屁 一股神器 把人给老子捆进来 杀杀红军的傲气 慢 老吴 休得无礼 你快去把刀锋二爷请来 让他亲自出面去接待 告诉那个 红军叫什么 虎爷 对 告诉那位虎爷 就说我龙教天的身体啊 是一天不如一天 你逮不得了 现在黑棋会的大事小事 都是由刀锋二爷说了算 是 是 你 他娘的左一个虎爷 右一个虎爷 你是肚皮叫画老虎 活呢是吧 狐狸 你看清楚了 什么呀 这是国君的布告 老子我的名字 在你们大刀把子前面呢 这 这 那你是后仰的仙龟 谁啊 谁 哪个说我是后仰的仙龟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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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啊 我就是我 你别狗神狗鬼的 报上名来 万古山 黑棋会 刀锋二爷 刀锋二爷 做我的主不 大事小事 阿沙士 统统做主 你莫吹牛皮了 我 来找你们管事的人 不知你是什么卵人 老子是红军游击队长 武山虎 找你们说话 做得主的人 武山虎 你大哥做不得主 还有哪个杂主不得主 我大哥 我大哥 对 老子就是你大哥 十大头 大头哥 三口子 大头哥 三口子 大头哥 你小子 大头哥 大头哥 兄弟们 今天二郎家的兄弟团聚 来来来 咱们先带策碗 来 来 来来 兄弟们 上湖 来 带了就完 大哥 带 来 好 带 来 来 来 满上 满上 好 諸位好汉 今天我三口子 跟我大哥团聚了 多谢你们的款待 我跟我大头哥 敬大家一碗 兄弟们 来 来 待了些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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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爷 虎爷 我敬你们兄弟一碗 恭喜你们兄弟重逢 好 那就再逮了这碗 诸位 诸位 四爷 五爷 这酒啊 先不急着喝了 我这次经过万虎山 是有一件要紧的事要办 要谈一笔买卖 是酒喝多了 耽误事 哦 谈生你 上湖 什么买卖 大哥 这买卖 要不你们黑棋会 跟我们红军一起去逮 什么好东西 粮食 军火 现在在哪里 到哪里去的 就在今天晚上 有两艘运粮食和军火的大船 会在西风渡码头靠岸 粮食 军火 有两船哪 三狗子 你这消息确切吗 当然确切 船上面有粮食五百弹 军火 三百箱 还有榴弹大炮 六门 你的意思是 游击队和我们黑棋会 一起去待 哼 正有此意 咱们两家一起出兵 事成以后 我们四六分账 四六分账 你们红军缺的就是粮食 枪支和弹药 你怎么会把盗嘴的肥肉分给我们呢 罗师公 您老高见 我就实不相瞒了 我们游击队这回事扯耳不盗嘴呀 这大船停靠在西风渡码头 要由汉路运得祖司镇 我们虽然已经有了全盘的计划 但是这大部队一时半会儿还调不来 所以这才 所以呀 你要借助我们黑棋会的地盘和人手 你们红军 有情报有点子 可是人手过不来 我们万虎山竟靠猛洞河 占了天时地利 那这批货自六分成 怕是不合适吧 这都是自家人嘛 这件事好商量 大刀把子 您给句痛快话 这票生意逮不逮得 逮 当然逮 那你们两个兄弟去逮吧 好 还是大刀把子说话痛快 不过 既然是两家合作 逮他的东西就得二一天做五 一家一半 龙叔 龙叔 你是知道的 我山虎在游击队里边儿 就是个小小的游击队长 还得归领导馆 混到现在了连个党员都不是 这件事儿 我怕我做不了主啊 虎爷 没有我们黑棋会 你们游击队估计连毛也逮不到吧 对 四哥说的对 一家一半否则免贪 对 否则免贪 对 对 一人一半 对 对 三狗子 咱们黑棋会向来和人分红 那都是五五分账 既然大家都是兄弟 那就不用计较这么多了 好 好 反正我这个人过失多 犯错也多 不在乎 多这一回 再怎么样 也不能让我大哥为难不是 五成就五成 一半就一半 来 来 兄弟们 逮了这碗 逮 逮 站住 什么人 不许多 元凌宫是执法队 执法队 我看是共匪吧 老子还是倒匪呦 站住 再往前走 老子又开枪了 莫死吗 难道里面三思而死 没有接到上头的命令吗 什么上头的命令 我们只听失做了 来了 先给我围起来再说 谁敢动 谁是你们带头的 谁是你们带头的 是老子 你 你是谁 老子是远冷公司 执法队长 郭三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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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来没听说过什么郭三复 我只听说红军游击队 有个姓武的三复 陈爷参谋 听说五三复 有毒命 不不 他就是 五三复啊 道听途说 耳听微虚 郭三复 我们执法队接到密报 这个姓武的山虎 经常冒充我国军 在这一带流窜作案 流窜作案 冒充我军 军密报 这个人携带了大量沿途 搭乘一艘军船 往旗风渡 所以尚风派我们星夜赶过来 查处抓人 船上有赤匪 还有烟土 有美点吗 擦一哈就消灯了吗 弟兄们 上船 给老子搜 慢 实作有力 谁敢上船 王力良的 狗屁 你娃娃 辞了雄心宝子弹了吗 你曾七狗烟 你们看清楚 这是公宿前法的搜查令 放走了赤匪子 我看你娃娃老口 再说 这个沿途是火贵养民的 军船上面夹带沿途 那是罪加一当 你们公元阻挠我此法 耽误了当鬼的大事 我看你是 我看你死 军船里面打荡笼 你造死啊 你造死啊 这 三寸 搜 让开 快点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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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送此信了 站住 干什么呢 公须此法得 给老子里里歪歪 撕撕细细地走擦一行 来 队长 上个好的烟图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你娃娃 都是雌飞无散风 没没 我不知道这事啊 弟兄们 把他们枪给我下了 是 快 个老子姓无敌雌飞 竟然敢贩卖烟头 帮红军凑几资金赏 没没没 给老子带到里头去 好三万一好 误会 误会 走 走 队长 我向您保证 我绝对不是乌山湖 不死乌三复案 那里跑啥子跑 跑 跑 什么跑 你小子记性让他娘的狗吃了 前天夜里在园林码头还敢开枪打老子 你们是 是你娘的事 是你狗日的倒是跑得快啊 害得老子又是丢人现眼 又记过哀处分 老子本来姓武姓得好好的 就因为过失多 武字都变成过字了 武山湖都变成过山湖了 你是赤匪武山湖 来 给我 来 扎把手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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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把劲啊 什么事 来 来 兄弟 这些东西请你签收一下 来 来 来 给我 来 让一下 让一下 小心点 小心点 让一下 让一下 汐儿 我先送你下船 干什么呀 这是 小心点 当心 当心 你你你 快点 快点啊 好 小心 汐儿 没事吧 没事 怎么搞的 搬东西别那么着急 快点快 快 等等 这么劲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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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如哥 好 诚如哥 怎么了 没事 你等我一下 我去拿行李 好 等下来 小心点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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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吧 作词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作曲 李宗盛 不好 有人要炸船 常如歌 快 常如歌 快 快点 快点 这儿中人呢 常如歌 这边 快 常如歌 快点 快点 快快 快快 常如歌 快点 快点 快 快救火 东东快一点 好 你们四个给我到这儿来 好嘞 来了 快快快 是 拿水来 来了 水来了 把水给我 快拿 常如歌 快点快点 常如歌 我 我现在就剩你一个亲了 你要是再有什么事 我可怎么办呢 刚刚踏上故乡的土地 还不曾与兄弟见上面 成如 那一刻 就着实领教了两兄弟如今的厉害 在爆炸船上 闻到鲜香味道的那一刻起 阿尔罗就疑惑 难道是大头山虎他们还活着 因为 只有他们兄弟之间 曾多次采用过这种 相互配合的经典手段 这似乎 就是兄弟之间的兄弟心灵感应 亦或是 相互之间的牵挂 走吧 没事了 好 我们回家 师祖 刚得到献报 这事是红军和黑棋会联手干的 他们装扮成挑夫 在戚凤渡口上杀人越货 马上给南京发报 就说军火已经顺利到达 这 怎么 干嘛要这样看着我 难道我会谎报军情吗 我明白师祖的意思 丢失的东西全都会找回来 劫匪一个都不会放过 老鼠搞猫 胆子也太大 师祖 我马上带队踏平万虎山 报 不要心急 围剪刀匪和红军 我心里早有盘算 我知道师祖在等一个人 没错 我在等彭承儒 我就不明白了师祖 你为什么对他这么器重 彭承儒这一来 我就有可能盘活湘西这番棋 少校咱们副官彭承儒前来报到 成叔啊 回来了 我可是正盼着你的 我也想早点回到师祖身边啊 我听说你在南京成了家 小两口一块回来的 真的是什么事情 都瞒不过师祖您啊 凤若无童花开连离 恭喜你啊 我和信儿的婚事还没办呢 那正好了 你的婚事由我来帮你筹办 将来一定要办得风光喜庆 多谢师祖 承儒啊 穿上军装就更加英气夺人了 这山岭的雄厚 河西的灵袖 急于一身啊 师祖的夸赞 让承儒无地自如 不必谦虚 师祖的评价恰如其分 和书局长 好了 来 坐吧 是 坐起 程叔 让你当个参谋副官 委屈你了 慢慢来 只要忠于党国脚踏实地 将来前途不可限量 程如何德何能 师祖如此厚爱 你在回来路上 就已经立了功 是你发现船上有炸药 救了陈国梁和众弟兄 陈国梁他们 已经给你请功了 军火被倒 程如岂敢邀功 坐吧 丢失军火的事情跟你没关系 知道我为什么急匆匆地 找你回来吗 师祖请吩咐 好 我给你看样东西 看看吧 陈上青虎 石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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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山虎 怎么跟我家三狗子一个名字 对 就是你家三弟 师祖 师祖 三年前我亲眼看到我家三狗子 从天门山崖上摔了下去 是啊 天门山鬼见仇 如果从那上面掉下去 必定是粉身碎骨 可是武山虎这小子大难不思啊 陈叔啊 跟武山虎一块结我军火的还有一个人 也是你的熟人啊 谁 石云飞 石大头 师祖 您不会弄错了吧 我大头哥和三狗子 早已在三年前就杳无音信了 我告诉你 石大头后来上了万虎山 现在是黑棋会的刀锋二当家 武山虎现在是红军游击队的队长 这点上千真万确 他们居然都还活着 真是 师祖 他俩偷盗军火犯下滔天大争 诚如一定会惩治他们 诚如啊 过去你们三个是兄弟 情义深厚 这点我可以理解 真性情方为真男子啊 我喜欢你这个脾性 不过你要知道 石大头和武山虎 现在一个是刀匪 一个是赤匪 都是党国的敌口 我想问你的是 在党国大业和兄弟情义之间 你会做何选择 天大地大 党国事业最大 佛高神高 没有三民主义理想高 诚如早已把三民主义 作为人生禁解 并愿意为此付出一切 好 诚如啊 我没看错你 诚如啊 来 喝茶 坐吧 坐吧 诚如啊 红军活动猖獗 和刀匪他们打得火热 两股势力纠结在一块 严重地威胁着我党国的安危 如果我让你领兵去围剿他们 你会怎么办 倾诉匪患 报效打国 诚如 肝脑涂地 好 诚如啊 这次我叫你回来 不是让你领兵打仗 请师座吩咐 来 红军和刀匪躲藏在深山峻里之中 我大兵尽脚颇有难度 不过 古人允 不战而屈人之兵 方为军人最高境界 师座 我彭承如也正有此意 古往今儿 两线作战乃兵家大忌 赤匪野心勃勃 要夺的是我们大国的江山社稷 是我们的死地赤匪 比较无依 而刀匪则不同 他们只是为了钱财 并非顽固不化 承如觉得 我们倒是可以给他们一些好处 或许可以劝降昭安 甚至可以为我军所用 到时候我军再结合有生力量 在黑棋会的帮助下 我相信赤匪插翅南飞 不行 好 绝对不行 劝降昭安 简直是天方夜谭 李雷啊 那你说说看 师座 劝降黑棋军刀匪 那只不过是南科一梦 我们何家跟刀匪结仇几十年来 深知这帮刀匪 匪性难改 难以驾驭 到时候只怕投机不成反十一把米 造成更加难以收拾的局面 只有逼上梁山 哪有天生的土匪 就拿我大哥和三弟来说 他们本来发过誓 誓不为匪 要不是你们何家死死相逼 他们也只是祖司镇上的两个铁匠而已 哪来什么刀锋二爷 过山虎爷 只要给人一条生路 谁愿意上山做土匪 师座 我承如身为党国军人 愿意倾覆万虎山 说服黑棋会众弟兄 气暗投明 报效党国 好 承如啊 我正是这个意思 过去我一直担心 难以取得刀匪们的信任 这次你回来 由你来做这个说客 师座 承如此次上山招安 于公是为了报效大国 于司也是为了拯救我大头哥 希望他可以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过去不管他们犯什么错 一概赦免 明白 师座真是一副菩萨心肠啊 劝降昭安不是纸上谈兵 胜算到底有多少 必须立下军令状 成又如何 败又如何 碧兰 承如是接受过党国军校 正规教育训练的 没有把握的事情 他是不会干的 承如啊 事成之后 我要给你记大功 我想再锦衣人出马 这样会更有胜算 我知道 你说的这个人 是沈佳琪沈先生 对吗 先生 有如我们兄弟的再生父母 他的话 我们兄弟不得不听 好 接二吧 今天晚上 我在顺丰楼白请 你把沈先生请过来 一块做做 是 报告 进来 师座 通缉令会治好了 请您过目 好 查贡 斩党匪首中克简物珊瑚 黑旗会刀匪龙轿铁石云飞 能将其捉拿贵案 每个人头上大洋一万 好啊 师座 不是说好昭安的吗 怎么还会悬赏他们的人头呢 诚如啊 这叫恩威病师啊 高压之下 煞之威风 等到山穷水尽之时 我们再给他们一条投诚之路 进而就会显得机会更加珍贵 也更能体现你们兄弟情谊啊 明白 那师座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告辞了 好 师座 不知有句话 当讲不当讲 有什么话就说 不必吞吞吐吐 您有没有注意到 彭承儒 看到这张通缉令的时候 脸色刷的一下就变白了 师座 毕竟他们三人 可是同生共死的兄弟 难道您就相信彭承儒 他就会跟党国一条心吗 刚才是我故意 把通缉令给承儒看的 这么说 师座已经开始怀疑他了 我为什么要怀疑他 如果我怀疑他 我就不会叫他回来 师座 他要是念及兄弟情谊 吃里扒外 胳膊肘汪外拐 这岂不是误了党国的大事 如果劝降不成 反被他们兄弟 迁回到黑道去了呢 不会的 诚如现在已经是党国俊才 他真心拥护三民主义 我相信他不会走黑道 而放弃正道 十年来 我眼前经常浮现 这三个兄弟貌似劫伐场的那一幕 师座 我太了解他们了 就算彭承儒不会回到黑道 但是 你要他朝十大头和武山虎开枪 他肯定做不到 不要说了 不要说了 碧莱 我还是那句话 用人不疑 疑人不用 诚如的作用是别人没法比的 他最了解十大头和武山虎 他知道 我们的对手 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出牌 师座 我还有一句话想说 说 军粮军火船 沿远水而上 在七凤渡卸货改走山路 这本是绝密消息 武山虎是怎么知道的 是啊 行船的路线和时间 卸货的地点 他们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这个问题我也早想到了 我们身边有贼呀 师座 有个人我们不得不怀疑 谁 我怕说出来 师座您不会相信 不要拐弯抹角 说吧 沈芷兰 沈小姐 沈君们的千金 沈君们的千金 他会是共产党的奸细 沈芷兰在省女子师范学校上学的时候 我也在长沙求学 虽然不是同所学校没有什么来往 但当时的长沙 政治派别活动相当活跃 尤其是共产主义思想 对年轻人来说 是个极大的诱惑 你也是年轻人 为什么没有受到诱惑啊 我校的校长 是由国民党省党部的书记长兼任 但我从他那里得到了僧民主义的崇高理想 师座 做不同的是 女子师范学校 却是共产主义占了上风 那个共产主义理论家邱峰 当时就在开校任教 我有认识的几个名门闺秀 一个个跟中的邪似的 就这样跟着邱峰 成了共产主义的信徒 难道就因为沈小姐在女师念过书 你就怀疑她是共产党间信 师座 你是否还记得 那天下午 你我正在商量运送军火的方案 沈指南突然就走进了这个房间 我当然记得 那天是我请她来的 省党部的谭特拜院来视察祖司镇 我让沈指南小姐 以教育界代表身份来参加宴会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 放在桌上的那份南京集殿 正好被她看到了 不会吧 师座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我们不如设下寂寞 引君入坑 或者拿她当诱饵 肯定能吊上几条 金丝鲤鱼 一块钱三条新鲜金丝鲤鱼 回来了 你好 长官 你婆娘不在 她出去了 出去了 上哪儿去了 她没说 那她出去多久了 半个时辰吧 谢谢娘 在这个冬日的清晨 又听见一阵阵烈马四鸣 你 向地下老娘去住刀和墙 刮伤她兄弟 手牵手 手牵手寒风 终踏山 正常 避免 马三树水 大灯开了 雪风的熟悉雨夜 老大哑 你一点无赖 我一把你等待 为了新年 兄弟哪怕流尽 最后一滴血 为了姐姐 哥哥 用生命组成 铁血放鞋 拼了命 为的是还能 看一眼假中等待的姐姐 你一天无浪 我一天无浪 你一天无浪 我一天无浪 你一天无浪 谁也不肯有 你一天无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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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天无浪